Hello 大家好 雖然說說淺失感情 但為了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所以我決定和大家一起見證這個頻道 開始營收的這一刻 其實如果想在YouTube中開始賺錢 是要先符合四個條件 第一就是要有1000個訂閱 第二就是公眾觀看影片的時數要多過4000小時 第三就是要有兩部認證 第四就是影片不能有紅標的警告 千辛萬苦地等了這麼久 終於符合了以上四個條件 現在我進回YouTube頻道的後台 即是YouTube Studio 營利欄見到四個條件已經打了剔號 之後我還收到YouTube寄給我的郵件 告訴我已經符合資格加入YouTube合作夥伴計劃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馬上點立即申請 首先我點開始第一步的查看合作夥伴計劃條款 按到最下面 點了我同意YouTube合作夥伴的條款 之後點接受條款 第一步的狀態就由未開始轉去完成 完成了第一步 當然馬上去第二步了 我就點了開始第二步 立即申請Google Adsense 咦?她問我有沒有 Adsense的帳戶 我就選了否 我現在沒有帳戶 現在我就要去Google Adsense 開帳戶 入到Google Adsense 我就發現她自動寫了我的YouTube網址 這一欄我身為香港人的當然選擇香港啦 這裏應該點市的 我已閱讀並接受這份協議 然後就應該點建立帳戶 之後我就要寫我的個人資料 包括姓名和地址 完成之後我就點提交 咦?她彈了一個信息出來 告訴我要重新倒向去YouTube 好,回到YouTube 我就見到第二步的狀態 就由未完成變成進行中 其實到底何時才會完成呢? 等了兩天 我終於收到YouTube的郵件 通知我YouTube頻道獲准參加 YouTube合作夥伴計劃 入回YouTube Studio 我就見到YouTube彈了一個訊息給我看 恭喜我已經成為YouTube合作夥伴啦 之後我就點開始使用這個鍵 就彈了去營利那一頁 可以選擇開啟廣告的功能 選擇完之後我就當然點繼續啦 之後就可以選擇為所有影片啟用營利功能 更新我全部的影片 就是這樣我就開啟了所有影片的廣告功能啦 完成之後我就選擇Supers 選擇開始使用 看完條款 錄到最下面寫完我的姓名和電郵地址 啟了我已閱讀並了解協議內容 之後就點接受 整個開啟營利的功能已經全部完成 我現在回到營利這一頁 就已經變成這樣了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見證了這個開啟營利的儀式 以後就請大家多多支持啦 下次再見啦 拜拜 拜拜